现在这都不拿过来 哎呀 那拿泡沫都是电 近日陕西西安 据华商报报道 孙新民是西安市高陵区路远街盗办北凡村十祖村民 一年多前搬进新房 今年8月 发现一楼客厅地面有塌陷迹象 客厅两边高中间低 发现是房子下水管漏水冲刷地底的泥土导致 隔壁两家也有类似现象 村里一位85岁老人 还因家中地面塌陷地砖撬起 被半倒导致腿不折 于是 三家向村委会街道办汇报 三家军表示 当时街道办承诺 会对地面下陷的问题进行处理 维修水管的费用也会报销 没想到几个月过去了 没有结果 12月6日下午 高陵区路远街道办回应 街道办没有这部分维修的资金 需要贷款主体 高陵区路会建设有限公司 向银行 住建局等相关部门贷款后 将资金划转给街道办 目前双方正在进行对账工作 拿到维修资金后 街道办会立即给村民维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